Hello,大家好,我是Bernice,阿笨,欢迎来到我这个十二星座的使用手册哦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欢迎大家如果你是喜欢星座或者是卡罗牌的话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就按影片右下方的这个按钮哦记得开启更新提醒小铃铛了那么这一集的主题呢就是要分享的是巨蟹座男生的完整使用手册你的身边有没有巨蟹座的男生你想好好跟他交朋友好好的跟他相处 又或者是你想要倒追巨蟹座的男生想像他的情人啊或者是人生伴侣啊你该怎么做呢他说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意思呢等等的一定要仔细看完这一集的影片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一看巨蟹男的个性特质 巨蟹座的守护心就是月亮 月亮在占星学中呢就代表了人情感的需求跟深层的心灵感受跟安全感天生呢就比较阴柔一些而且巨蟹座呢所代表的宫位是在命盘中的第四宫也就是家庭宫位 也就是说巨蟹座本身呢就属于所谓的阴柔女性一点的星座 这也就是为什么爱家顾家的巨蟹男最常会被冠上妈宝男的名号的原因 那么巨蟹男基本上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的 一个就是温和亲切丝毫不给人压迫感 而另一种呢就比较别扭挑剔 让人感觉很难搞的样子 但是不论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当你们真的深入交往之后 你就会感觉巨蟹男的个性阴晴不定难以捉摸 但是它们必定有一颗温柔而敏感的心 它的多变并不是个性就是原本这样的 而是它的情绪太过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而且保护自己呢是巨蟹座的本能 它们很少会一下子就让你了解它太多的想法 所以想要真的了解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 巨蟹男的优点 富有同情心 善良跟乐于助人 付出的情感是很真切的 除了是温顺的居家男品性之外 在外也有出众的能力 敏锐的洞察力 所以在职场上也很容易就能拿下成就 巨蟹男的缺点 外表如此精明能干的巨蟹男呢 内心却是异常的脆弱哦 个性含蓄 寡言少语 对于社交这事情呢是比较不擅长的 而对待刚认识的人会高度的筑起高高的自我保护屏障 容易情绪化 拿得起放不下 喜欢沉溺往事 而且极度心跟占有欲也是很强的 巨蟹男对待朋友 重情重义又善解人意 所以他们向来呢都广受朋友们的喜爱 尤其是内敛异性的朋友 巨蟹男比起一般的男生 感情更为细腻 也懂得将心比心 很深得人心 巨蟹男的脆弱 巨蟹男呢情感细腻 也是会有脆弱的时候 而且呢只会在自己家人面前展现出脆弱的一面 能够让巨蟹男落泪的原因 那就是亲人或者爱人的离去了 一旦恋人要求离婚或者是分手 巨蟹男都会觉得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意义 就像是世界里最重要的东西都丢失了一样 没错啦巨蟹座的男生呢就是如此的个性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你身边的这一位巨蟹男的话 你想要成为他的情人 请问要怎么倒追巨蟹男呢 他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呢 他有没有喜欢你呢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 巨蟹男的爱情观 在爱情来临的时候呢 由于害怕被拒绝 他们一般都不会主动的进攻 他需要那种又亲密又互相依靠的关系 但由于腼腆羞怯 间接的个性跟为了保护自己 他们不会有过于亲密的表现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不敢大胆直爽的表示自己的感情 但是一旦做出了决定 他就会拼命的追求你哦 只是呢 如果他第一次出击就遭到了挫折 那么他们就会立刻撤退 不要期望他能够像白羊座那样勇猛的追求你们了 当你们的感情进展到一个阶段之后呢 或者是他对你的感情越来越深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不安 他会一再地试探你 他喜欢你不断地证明自己对他的感情 所以不要不耐烦 这一切都表示他真的在乎你 在他觉得安全的情况之下 他其实是一个很细心又体贴的男人哦 巨蟹男喜欢的类型 爱家爱屋即屋 孝顺有爱心 单纯善良 喜欢笑 外表干净大方 勤俭持家 善俭人意 责任心强 总之就是一个可以跟他一起组织家庭 贤良俗德的类型 巨蟹男不喜欢的类型 不做家务的大女人主义 拜金主义或者是购物狂 没有家庭观念 不顾行为举止 拉里拉他 没有爱心 不懂得尊重长辈 想法或打扮过于前卫的人 巨蟹男喜欢你的表现 巨蟹男的爱是比较含蓄的 即使爱得再强烈 也不敢于表现出自己的热情 因为他们很害怕自己失败 想要知道巨蟹男是否有喜欢你呢 要看以下几点了 第一 目光视线总是投注在你的身上 就是希望你能够停留在自己的眼中久一些 第二 低调的体贴 总是及时或者是预先为你准备好你需要的东西 因为他们早已经盯紧你 能够及早知道你的需求 第三 对你有求必应 即使是委屈了自己也在所不惜 为的就是想要尽可能的满足你 第四 主动邀约 巨蟹男的主动邀约都是为了试水温 如果你也喜欢他的话就爽快应约吧 否则遭遇拒绝的巨蟹男很快又会缩回壳里去了 如何倒追巨蟹男 想要倒追巨蟹男就一定要活出他所喜欢的特质 而跟他家人打好关系也是一个好办法 主动关心他的家人 让他的家人喜欢你 甚至是为你说好话 那么你基本上呢就已经赢一半了 除此之外 记住巨蟹男的喜好 陪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带他去吃他喜欢吃的东西 那么他都会默默的记在心里的 时而主动 时而委婉 才不至于公事太萌 而吓坏了巨蟹男 对他的温吞 纠结 给予充足的时间 并且温柔以待 巨蟹男肯定会爱上你哦 巨蟹男的性爱观 看似老实的巨蟹男呢 对性的需求还是很强的 一旦燃起性欲 就会放得很开 巨蟹男对熟悉的环境 会有依赖性 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烈 所以在性事上 他们首先会考量 是否身处在一个熟悉的环境 又或者是否做足了安全措施 才能够让自己舒服 巨蟹男的体力还是不错的哦 他们喜欢尝试各式各样的体位 而且前戏也不利于花时间 很懂得如何去讨好自己的伴侣 面对喜欢的人 巨蟹男是很害羞的 又经常出现欲言又止的状况 因为他们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 而失去你 所以如果巨蟹男跟你相处的时候 不但毫无害羞 甚至表现出许多事情 都运筹帷幄的自信 那他八成是跟你玩玩而已 再怎么说 巨蟹男也是一个暖男 基本的温柔体贴 他们还是会做的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待人处事的礼貌 如果巨蟹男对你的关怀 只是停留于表面 你说你不开心的时候 他也只是安慰个一两句就没了 那么也表示他并没有真的把你放在心上 好啦 如果你顺利的成为了巨蟹男的情人的话 那就恭喜你了 马上来看一看巨蟹男 如果作为另一半的时候 结婚后好老公的指数是多少呢 他们会不会有所谓的出轨几率呢 马上为你揭晓 巨蟹男的表白 巨蟹男对待感情的事情 一般都是比较逃避的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收看阿笨分享的新作内容的话 欢迎透过每个月三元美金订阅Patreon或Buy Me A Coffee 既能看完所有内容 赶紧到平台搜寻A.H.B.N.S.H.O.W吧 好啦 这一集的巨蟹男的使用手册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里哦 如果你喜欢塔罗牌或者是新作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点击我的头像 或者是影片右下方的这个订阅按钮 按下去 记得开启更新提醒小铃铛了啊 下一集想要给各位分享的呢 就是巨蟹座的女生的使用手册 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大家 烦购买阿笨塔罗基础的朋友 现在可以享受升盘加塔罗牌占卜八六折 无论单人或双人合盘 都享有20分钟任闻任占 立即WhatsApp Line或Email查询长情啦